神书纹身是年轻人的专利 据外媒报道 近日在英国伦敦德里郡 有一名年近80的老奶奶 从疗养院偷跑出来到纹身店 并且在手臂上方纹了一个爱心的图案 老奶奶纹完身后还心急若狂的表示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已经拥有11个孙子的79岁老奶奶塞勒斯 发现22岁的孙女手上的纹身后相当的喜欢 开始有了想要纹身的想法 塞勒斯甚至还向朋友表示 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应该过着丰富的生活 我已经跟孙女讨论纹身好几个星期了 据报道勇敢前卫的塞勒斯 利用行动辅助漫步到纹身店后 告知纹身师自己想要的爱心图形 据悉在纹身过程中 这位79岁的老人完全没有喊痛 甚至当他询问师父是否完成的时候 师父还表示 五分钟前就已经完成了 塞勒斯豁然开朗的表示 其实敢流行没有想象中的可怕 当有人询问他 家人会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表示 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